留下来深厚的珍贵物品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 相信您一定听过这首唐诗 劝君莫洗金旅衣 劝君洗取少年时 花开勘折 只薰折 莫待无花 空折之 其中的金旅衣 可不是只有比喻而已 根据考古记载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 已经有在死者的脸上 覆盖玉石片的习俗 而汉代人认为 玉吸饱了日月精华 把玉盖在人的酒窍上 保存精气不会外泄 尸骨不腐烂 渴求来世再生 而中国目前发现在 西汉时代有玉衣的墓 总共有18座 而金旅衣墓却只有8座 可以说是相当的珍贵 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看 河北满城一号墓 出土的中山晋王 刘胜的金旅衣 可以说是艺术瑰宝 奉太后遗旨 送各位娘娘上路 后妃殉葬是残忍的 陵墓制度 古代帝王在生前 就为身后打造奢华世界 相传汉朝皇帝 花了大半心力 量身定做一件高贵金旅衣 作为死后的丧葬练符 好像目前已经出土十几件 已经有十几件这样的衣服了 那就是从坟墓里挖出来 而且是汉代特有的 想要登基当皇帝 就要量身定做 唯一的对他不好叫做 要节身寡意 不能耗久贪悲 也不能耗之懒惰 你如果吃得太高 这衣衣就不用了 你也穿了 金旅衣其实叫做金旅玉衣 也称作御衣或御霞 到了现代才俗称金旅衣 目前大陆出土最具代表性的 是民国57年 在河北满城开挖的 中山晋王刘胜之墓 属于夫妻合葬墓 刘胜和妻子窦官身上都有金旅衣 刘胜的御衣长达188公分 总计有2498块大小不易的御片 汉代的人相信说金 御 可以让这个东西可以保存得很久 而且金玉是所谓的永恒 那象征着就是说这个帝王 他的一个事业 就算他在死后也是一个永恒 在最古老的时代里面 可能是古人是把它当作是 汇腐烂的肉体的一种替代品的存在 那这是最早的想法而已 可是演变到后来的时候 变成一种习惯 因为祖先这样做就跟着做这样子的 所以变成一种伤葬的习俗 为了好好看待 他们以玉甲金线 编织了一件金柳玉衣 被尸体穿着 放在八方堂上面 金旅衣的概念是由先秦时代演化而来 当年的玉十分珍贵 认为可以驱轨避邪 到了汉代更相信 玉有防腐作用 能让尸骨不朽 随着汉代玉衣陆续出土 台湾也有不少私人收藏 从云南静宁石寨山的石墓中 发现汉朝滇亡的玉衣 胸前还有一个特别的龙形图案 龙形图案的金旅衣 据说是目前发现独一无二的玉衣 专家推测可能是防卫功能 或是避免日后遭到盗墓者破坏完整性 由于汉代有严格的丧葬制度 只有帝王阶级才有资格在驾崩时 穿上金旅玉衣 其他则是依照阶级而分了不同材质 和封为王这个等级的 你当然穿的是玉片穿金丝的 所以这种称为金旅玉衣 如果说你是所谓的 这个极品上官员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丝线给穿起来 所以这个是那一个所谓的 这一个汉代的时候 特有上障的习惯 金旅 银旅跟铜旅的用意 是在作为一个阶级的区分 金旅的话主要是帝王跟后 帝后两者用的 银旅的话是诸侯 公主的话跟其他的贵族的话 可能就是用铜旅 不论是帝王或诸侯的玉衣 都是由玉片制成 差别在于金旅衣是用金丝 其他用银丝或铜线串起来 花莲的私人博物馆 也收藏两件银旅衣 历经千年后重现天日 玉衣仍旧保持美丽光泽 但用来连接玉片的银丝 因为年代久远 氧化变黑 肩胛骨的部分 然后还有甚至它的脚 它的玉片都是非常的小 然后越小的话 其实它的做工是要越细致 因为你等于是要 花越多的功夫去磕 所以我们推测这个 可能是在东汉的时期 它等它的做工 已经比较成熟了 所产生的作品 玉衣的外观和人体形状一样 分为头部 上衣 裤筒 手套和鞋子五大部分 从头到脚 共有十二套配件 脸盖上方 刻画出眼 鼻和嘴唇的形状 特别是头顶中央 开了一个小洞 声称能够达到 灵魂不灭的境界 他们相信玉 可以保有它的肉身 是不坏的 但是灵魂总是要做一个轮回 如果你把它整个封在 我们的玉衣里面的话 那这它就无法做一个轮回 所以在头部的部分 再做一个洞 生就是死 所以死了 等一下等再重生 所以竟然要等 用这一盒拔拔起来 看尸体会不会 不会烂掉 骨头会不会虎朽 这里就是灵魂啊 是啊 我带你去看一下 这里面处处都是机关 你要小心不要乱碰 要是谁不小心 进来碰到不该碰的东西 一定会死于悲悯啊 汉代帝王深信豪华陵墓 可以修炼长生不老 也相信玉就是代表富贵 因此玉衣的配件十分讲究 头下预诊 口寒预缠 手握预珠 整件玉衣的设计 也藏有不少秘密 我们的圣神器跟肛门 也都是有动的吧 所以他们也是身为 称为翘啦 那他们也会做一个 蜜蜂的动作 它会类似像一个带子一样 是封起来的 身上所有开口的位置 都有用玉这个东西 去塞住那个地方 包括连屁屁里面都还有 中国在秦代以前的 玉练脏的习惯 一般大家认为说 汉代的金驴衣 应该就是秦代以前那种 玉练脏的习惯的演变就对了 我们推测这个男生的部分 他的动作就是 就是掌心朝下 那女生的部分的话 我们推测这个女生 她就是掌心朝上 古代的男生是要去工作养家 那女生是就是接收的观念 如此奢华的衣裳 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 又是如何做出来的 玉衣的制作过程 既繁杂又废实 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寓料 得通过明道道的程序 将每块玉片磨光和钻孔 因为旱带没有机器 全程必须手工打造 你在石头上面磨 磨成那么平 那个洞用穿的 所以真正的 真的意义 那个洞都不平整 假如黄骨的话 硬平的话 它的洞都很工整 那玉片的大小的话 大概就一两公分宽度 然后也是三四公分的长度 就像磁砖一样 那一片一片的 就是一片一片的玉片 薄薄的玉片 四边钻四个小洞 那用那个绳子把它串起来 满身是玉片体流金 一套金铝玉衣的花费 相当惊人 汉朝帝王重视后葬 光是打造林木的费用 就占了全国税收的三分之一 据说打造一件金铝衣 要花十年以上 因为当时的钱都是同做的 所以你经营根本就是很难取得 就是一种稀有的贵金属 你要把金就是弄成那么细 然后让它就是不断掉 然后来穿过这个玉片 然后让它固定 其实这个工其实是很废工的 金铝衣到底值多少钱 还非常的金碧辉煌 那一件衣服 大概相当于汉朝一百户人家的所得 光是那一件 就可以支撑汉朝一百户人家 中等阶级的一百户人家的这种收入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这件衣服是相当的值钱 由于林木和玉衣是代表帝王的身份 因此有严格的工艺要求 汉代设立专门从事玉衣制作的东元 玉工必须按照人体各个部位的特征 设计每一片玉片的形状 将两千多片玉片逐一编号 再一片片用金丝串联 工序十分反复 就是召集天下的人都名家能手 巧匠集体来 要先考验 要照图 不然腿不像腿 对不对 脚不像脚也穿不紧紧 专门的制作的一个地方 叫做东元 东元这个地方就开始 他们必须要从这个材料的采集 一直到这种工匠去打磨这些一个设备 还必须要去量身打造说 我脸部的大小 胸部的大小 跟这个背后几个玉片 它必须要能够摆在一起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工序是很长的 代国的富户那么多 将他们捐钱 就只捐了那么一点点 回带王的话 所有的富户都说 今年收成不好 杂税有多 没有剩余的钱 数以千计的玉片价格昂贵 没有雄厚财力 一般百姓根本办不到 东汉时期除了皇帝 以及受到器重的诸侯之外 任何人使用金铝玉衣 就是大逆不道 必须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玉衣制作 劳民又伤财 三国时期之后就下令废旨 后来发现它不但不能让你的尸骨不坏 它还招来厄运 所以在三国时代的魏巢的时候 就是大家就废止了这个习俗 大概在西元222年的时候 金女一或者是旅一 所以他们就会去盗墓 因为这里面实在是太值钱 太诱惑人了 曹操他主张是博葬 曹操的儿子继位以后 更进一步的就是干脆把金女一的制作给废掉 不要这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怕后人来盗墓 从此玉衣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成了汉朝特有的桑葬练衣 当年的帝王和贵族 为了身后事费井心思 如今留给后代旷式剧作的艺术品 不得不赞叹2000年前工匠们的高潮记忆 明石三陵当中 唯一曾经开挖的就是万历皇帝的定陵 不过定陵的命运却是变得很惨 皇帝尸骨不保 许多的无价文物瞬间灰飞烟灭 我们先写下来看看近代中国历史上的这场文化浩劫 阿尔 感谢观看